所以後面請各位自行增加一欄 然後把這個跟這個變成VBA VBA大概幾種樣子 第一個把公式丟過來 所以你優標放這邊 你會發現這裡面 他就是直接把公式丟過來 把這個公式三坡就直接丟到這邊來 清除的話很簡單 另外的話月考 底下就是直接丟 你會發現他不是公式 他是直接在VBA裡面做完結果 把結果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會有三種變化 這個是丟公式清除跟丟結果 另外還有什麼呢 插入那個制定函數 有一個月考函數 123 123 然後按確定結果出來 但這個好像有點麻煩 所以我們又變化一個叫乘積 月考 函數裡面的範圍 然後給一個範圍 他一樣給一個結果 OK 所以大概前面有做過類似的啦 只是說 換一個東西 那你有沒有辦法把它也做出來 所以我們分別來看 第一個 這個月考 這個公式 當然顧名思義嘛 我們前面做過 所以我們比較快的來 一一樣插入一個模組 二我就插入一個按鈕名稱叫月考公式 底線公式 然後呢我就把範圍跟他講 for i 等於 13 到他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最下面一列的話呢 寫法我們前面講過 就是 range 從 a 13 幫我向下追蹤 然後他追蹤 27 就回來 27 那接下來的話呢 丟資料到哪裡呢 丟到 i 欄 所以就寫什麼 寫那個 sales 的 有沒有 陳氏就寫這樣 sales的 i 列的 這個 這個 i 列 後面是 i 欄 等於什麼呢 就後面這些東西 那我講過了 反正這個應該沒什麼問題 就是先兩個雙以後 那把剛剛的公式貼過去 改哪些地方呢 但這個地方我們就是 有沒有雙以後 沒有 所以其實只要什麼 把那個 i 給改過就好 有沒有 其實這樣點一下就知道了 把後面這個 複字取消 然後這邊貼過來 那改的話呢 基本上 因為沒有雙以後 只要改這個 剛好 這個應該不是最後面 所以雙以後兩個 移到中間 and 兩個移到中間 這個都做過 空白 那因為這邊它不是最後 它有刮 所以一樣 把這個 複字一下 再貼到這個 13 這樣就 ok 了 這執行 沒有問題 不過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我輸入之後 它會有小數點 那小數點如何去掉 剛剛我們是直接 怎麼樣 直接用常用裡面這個嘛 把它清除小數 可是 這樣我要怎麼去用它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 你可以看一下 按右鍵 它前面如果 求到整數的話 它的格式 按右鍵出的格式 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製定 你把它切到是 這裡面是個零 零的話 指的是整數 但如果 你要小數點 第二位好像 零點零吧 零點零零 零點 就後面幾位 你就可以再加了 如果整數的話就零 那以後呢 如果你希望 它把資料丟出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一樣把它 格式化 格式化 其實就按右鍵出真正格 有點像把這邊制定 丟一個零進去就可以了 有點像這樣 按個確定 那這個動作 在VVA怎麼做 有沒有辦法做 當然有 怎麼做 其實基本上 也非常簡單 但是你可能要多學一個 一個方法 叫做Lumber Format Local 就是格式化 那寫法特別注意 一 一樣 就寫成這樣 後面加個零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Lumber Format Local 指的就是有點像按 右鍵出的格式裡面的制定 那你丟一個零進去的意思 它就格式化 這個當然如果你背不起來沒有關係 其實我就想過 你Sales 電 那個 後面那個屬性名稱 如果你一下 背不起來沒關係 你只要記開通 Lumber 打一個N Lumber 打一個N級就出來了 有沒有 最長的那一個就是 來 有沒有 這裡 Lumber Format Local 好 那等於什麼呢 雙引號 放一個制定裡面的零 就是整數 那記得喔 今天這個小瓜糊要把它補一下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們再跑一下 清除 它就怎麼樣 全部就小數點 OK 所以這個意思應該可以理解吧 就是 它是輸出一個 格式化一個 輸出一個 格式化一個 不過其實這樣比較沒效率 我是建議另外一個寫法 你用Range 有沒有 輸出完全部一次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 如果另外一種寫法是 你如果不用這個方法 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最後 你就跟它講說 我挖整個 全部喔 全部的話就是Range 挖壺 你跟它講範圍從 哪一個呢 i的 這個是13對不對 然後冒號到 i的 最下面一列 那現在就27 我們先打27 好了 它的 點什麼呢 Lumber 一樣有 等於什麼呢 0 那這樣的敘述方法 跟上面的敘述方法 最大的差異在哪裡呢 這個是 一個輸出 一個格式 一個輸出一個格式 其實這樣效率比較差 這個是呢 全部輸出完 再一次幫我把它 對 調整格式 所以 其實結果會不會一樣 我把它恢復回來 把它變成那個 有小數點 OK 然後 清除喔 輸出 一模一樣 感覺不出來 OK 那再來清除這個沒問題 再來 月考 這個怎麼寫 其實這個寫法 你可以 把它比照呢 剛剛有一個公式 有沒有 那這個公式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切一下 上一個下一個 一樣喔 如果呢 會變動的部分 我是建議有個技巧 如果它固定的話 那你就寫 Range 第一 11 如果這個會變動的話 你就用Sales 為什麼用Sales 因為Sales裡面剛好 那個列號剛好有數字 那Range它是一個文字 有的時候要配合 這個敘述方法比較不容易 所以我的寫法這樣 一 一樣是怎麼樣 把它切到這邊來 那我 再來就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月考 比如說當然如果你這個沒有寫的話 你可以直接拿什麼 拿上面這個來改 可以清除 然後把它改成月考 OK 那範圍都一樣嘛 差別只是說這個地方 輸出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我如果利用剛剛這邊的公式 來修改的話 那我改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 但蠻簡單 有固定的寫法就是 如果這樣的就是它會從那個 就是13變14的話 那你記得喔 如果會變動的 我習慣 都把它寫成用Sales 所以這邊的話呢 這個就是用Sales 然後刮骨 哪一列呢 就是第I列 會變動的吧 然後呢 第 低欄 這樣子 然後 空一格 乘上 不會變 這個如果有錢的話就固定的 就Range 用Range來指 那個位置 哪一個呢 就是D11這個位置 固定的位置 那再加上 後面一樣喔 加這個 把它改1 所以 比較簡單的方法 把它複製過來改 有沒有 這邊把它改1 這邊把它改1 那後面的話改F就好 所以這邊把它改F 這邊把它改F 意思是說 他幫我計算完之後 把結果丟到前面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好 那我們 把它執行的話 理論上 應該 就也會一模一樣 OK 所以特別是喔 所以剛剛主要是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會 這個有個原理原則啦 至於為什麼你可以再思考一下 只要固定的位置 那我就怎麼樣 用這個 這個喔 OK 然後如果是會變動的13變14 14變15有沒有 那因為它會變動 所以這個地方變成會需要變I嘛 那我就把它寫成這樣子 那你如果寫一個啦 那其他都一樣嘛 就把它複製複製複製 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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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OK了 那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就是三個按鈕部分 SUB部分 那Function的話如果可以啊 如果你SUBOK的話 Function應該也可以如法靠字 不過Function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Function沒有辦法丟公式 丟公式呢 只能用SUB OK Function裡面 對沒辦法丟公式